太危险了 我们来看看在今天上午呢 台北县市的民众或许会感受到 风雨好像已经不大了 但提醒您开车还是要特别小心 就在今天清晨呢 当时是在连接台北县市的中校桥上 发生了一起小货车撞上救护车的意外 两台车翻覆在桥面上 其实在救护车上是一名等着要洗肾的妇人 车子压他被压在车子里头呢 足足有40分钟才被救出来 紧急送医却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两台车就这样翻覆在中校桥面上 一台民间救护车四脚朝天 另一台小货车则是侧躺在路边 路面上香蕉葡萄散落一地 更糟的是车底下还压着一名 准备送医的老妇人 小管人员趴在地上仔细观察 就怕再压伤老妇人 使用大型工具希望打开车门 但是整个车体扭曲变形的太厉害 还是找来大型吊车 救护人员钻进车底 将老妇人固定在胆架上 不过老妇人原本就是要赶到医院洗肾 身体虚热又卡在车底将近40分钟 拉出来时救护人员CPR急救 却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台风天但是台北的风速不大 怎么会发生翻车以外 风太太不敢塞进 塞慢慢 慢慢他就 一点而已塞慢慢 我不敢塞进 风太太 他就一个就把他弄 在后边搶下 他紧急刹车啊 他说他刚刚车熄火啊 然后就 来不及刹车 对啊 我刹的时候就撞到啊 说老妇人伤重不治 另外还有一名陪同的外劳 也救出送医 莫拉克还在北台湾打转 驾驶人千万别掉以轻心 最近新闻侯宇翔 李明灯谢凯轩 台北